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這個表 這個表 依據班級英文段考成績的資料 製作的該班英文成績的這個合狀圖 是製作的 就這個表 他給你最小值 Q1、Q2、Q3跟最大值 要你用什麼呢? 用這些資料製作合狀圖 那怎麼製作呢? 首先我們先把這個 這個尺度畫出來 比如說這是 40分 因為他最小是43 所以你從40開始畫就可以了 40、50、60、70、80、90、100 等間隔的話把它畫出來 首先43大概在這裡 中間45 43大概在這裡 43 這是最小值 然後再來呢 50分 50分就是這裡 在這裡 65 65就是中間啊 70就這個 90的話就這個 所以你畫出來的話 大概就這樣子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是 Q2 這個是最大值 這是最小值 這是最小值 這是M 這是Q1 Q2 Q3 Q3 這是大M 最大值 最小是QQQ3 這樣的話就畫 這樣的話就畫出來 這個就是合照圖 Q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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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